主席想問一下,那可是蔣萬安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其實已經在促轉條例已經下了很多的功夫 可是他現在當台北市長之後呢 他還是被放大檢視對於228這一塊的這個部分 那請問一下主席怎麼看 蔣萬安其實在台第四代了 馬上他們已經有三保,這個第五代了 我想就像在台灣的這一代接一代 大家都是這邊的一份子 共同希望這個社會能夠更和諧 那萬安是我們國民黨終身代裡面最重視轉型正義 也是推動整個和平紀念日以及相關活動上面最認真努力的 我也相信他擔任台北市長會更重視這一塊 那讓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們整個社會的愛 和諧和平是大家一起來推動的 這絕對不是屬於哪一個個人或哪一個政黨 和平紀念日是屬於全體台灣人的 我們共同讓這個社會更好 市長想問一下就是228因為這次有邀馬遷總統來 你怎麼會想要邀馬遷總統 還有你在致辭的時候會不會釋出特別的善意來讓這個家屬可以求得和解 我想最主要我們就是希望能夠坦然的面對 而且在之前我們也很謝謝文化局安排我可以跟一些受難者家屬見面 能夠聽聽他們的想法 我想當然對他們來說對家屬都是一個心中的傷痛 也是歷史上面的一個傷痕 我們都會坦然面對希望能夠撫平傷痕 那怎麼會想要邀馬遷總統來參加 文化局也是根據過去的萬例 我們都邀請馬遷總統前來 因為之前就是有這個團體他們是因為馬遷總統 所以他們不出席甚至就是要求馬遷總統不要上台致辭 那這一次是有特別經過溝通嗎 還是因為有考量到就是說因為這個獨派的團體他們沒有參加 所以讓他上台致辭 沒有這個很早文化局就有在相關的規劃跟安排 我想我們就是希望讓這一場紀念會 能夠依照過去的方式能夠服務家屬的心想 市長想問一下這個228的部分 那你有去找這個宣傳的家屬來跟他們聊 那現在就是說這個228的部分要怎麼取得 就像現在公家裡的就是犯規 那會可能就是有兩期 甚至就是要跨期大家可以說是不是有兩期 這是我一直非常關切的議題 所以上星期文化局也協助安排 讓我跟幾個宣傳者家屬見面 啟聽他們的一些想法跟心聲 那接下來我也會請文化局來安排相關的行程 那我都會是以一個用心傾聽 反而面對家屬以及在市政層面上面 我們能夠做的都不會迴避 等一下 請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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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那你家屬性和情緒機動者來什麼 可以想再講一下當時的一個狀況嗎 其實當時氣氛都很好 那我就是聆聽他們心理內部的一些想法 然後闡述他們整個經歷過的這種模式 我覺得我們就是交換意見 那最主要是聆聽他們的一些聲音 我覺得整個過程非常的符合 那我覺得也很感謝 他們願意過出這樣的時間 我們能夠坐下來好好的溝通好好的談 你覺得現在講家後人的一個神科 會變成一個家屬嗎 我們其實就是用心傾聽來面對 我想這是一貫的態度 那文化局也會持續來辦相關的 安排相關的行程 市長會道歉嗎 家屬覺得一小時的會面時間有點太短了 那之後如果這樣子的安排 會把時間拉長嗎 我們盡可能 當然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們都希望說能夠有更充裕的時間 來聆聽家屬他們的一些想法跟意見 那有人認為說您應該要跟家屬道歉 這部分我們就是用心傾聽 老家屬他們也都有很多的想法意見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有各種機會 盡可能的 那現在市政層次上面 能做的 可以做不會迴避 市長你第一怎麼定調 把越市民黨主席蠻久了 用以來關逼民函這四個字 那你認為是什麼政治衝突 其實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身為立法委員 其實不管是在短期正義的議題上面 以及跟很多傷害者家屬也有見面溝通 包括蔡管運理事長等等 所以我對於傷害者家屬當時反映 希望能夠平復司法不法 設下不法判決 不會支持 而且甚至後來也幫他們發聲 希望能夠住宿的 將財產訪還 我想這個部分 我都會持續的 來傾聽 坦然面對 還原歷史的真相 促進社會和諧 我覺得這個 才是最重要的 開始了 謝謝 因為這一直是我非常關切的議題 所以我們都還會請文化局做相關的安排 謝謝 謝謝 大家我們都會 對對對 小心 謝謝大家 謝謝 蔣市長今天是特地排開行程 來謝謝柯市長之前在登會的一些規劃付出 對 所以今天很開心 也很高興柯市長帶著我們佩奇醫師 還有我們民眾黨的團隊 大家一起來參加台灣登會 那當然非常謝謝柯市長率領的團隊 從去年開始 整個 不管是籌備規劃設計準備 能夠讓這次的登會 非常的圓滿順利 那我們後續接手就是讓它執行 然後確保這兩星期的登會期間 不管是人流規劃還有車潮的動線等等 讓民眾都能夠很順利的享受這次台灣登會 柯市長你怎麼看說今天好像終於是第一位了 今天心情如何 而且他有這麼多本事在等你 沒有啊這個 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比較關心的是 當時 我們在選址的時候 特別選在東區 希望說這個人流代表金流 可以把東區的商圈拉起來 所以我很關心 這兩個禮拜 這個倒立 倒立 整個東區商圈的狀況 我希望說一次拉起來 這常委效應可以撐久一點 這樣整個東區就可以有效的活絡 市長有人形容說 你是這個登位的升職王 你會不會覺得是你是升職 這個形容OK嗎 唉唷 我跟你說 無聊的題目就不要回答了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這個 是不是我們會去看燈的 蔣市長覺得呢 被形容很清楚 我們其實就是接立賽 就很謝謝柯市府團隊 真的 當時願意接下 舉辦台灣登會這個機會 也把這個任務完成 整個規劃設計 我們就把它負責執行好 大家共同目標就是 把燈會辦好 董事長但是這個登會的站位 因為原本交通部只給北市府 邊邊的兩個位置 但是後來官傳局還是把您 跟戴錫琴議長換位置 讓您到最邊邊 但是他們是以現任為優先 你知道還會覺得不委屈嗎 這很正常 你哪一宿 唉唷 挑撥離間 好啦就這樣 董事長你為什麼今天 防副市長他是沒有出事 昨天騎腳踏事 他手去扭到還是怎樣 好 大家OK嗎 好 董事長想問一下 就是你已經有跟郭董來聯絡過了嗎 你有怎麼看出他現在起心動念 好像來 還沒聯絡 等我白沙屯回來我再找他 那你怎麼看他現在起心動念 可能來貪選2023 我不曉得 跟他談一談再講吧 你認為他有勝算嗎 你認為郭董有勝算嗎 我不曉得 唉唷這個 今天先把這個工作做完 來來來上班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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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